Hello,大家好,我是笨笨 讲错了啦,是笨笨 欢迎收听笨笨小剧场 上一集跟大家说到 蘑菇金草草在猫头鹰灰眼的帮忙之下 终于顺利的抵达森林的边境 进入到纳布利斯王国了 王公到底在哪里呢 草草在找到冤雨之前 还会有什么样的冒险呢 千万不要错过 蘑菇金出任务的第三集哦 草草告别了灰眼 钻到大树下的湿润土壤中 吃了顿丰盛的早餐 他将小小的手放在胸前的魔法袋子上 魔法师回忆中的王公 还是好远好远 还好草草才刚吃饱 清晨的阳光又才刚探出头来 感觉很温柔 温度不热 是蘑菇金们最喜欢的天气 所以草草就精神抖擞的上路了 他经过一排又一排的银花骑士团的营帐 好不容易才离开骑士团的筑地 映入眼前的是一大片干巴巴的泥土地 有一些地方还裂了一道长长的细缝 这片土地看起来好久没有下雨了 草草在太阳下又跑又跳了六千多步 太阳慢慢地爬到天空的顶端 炙热的阳光火辣辣地烤着草草的浚伞 草草越走越热也越来越渴 浚伞的边缘都热得卷了起来 摸起来还有点焦焦的 在草草快要倒下的时候 终于在右前方看到了一片小小的灌木林 草草努力打起精神 用尽最后一点力气 跑向灌木林的林蔭处 躺在有点干枯的草地上休息 这时草草听到从灌木的后方 传来了好大好大的憨声 他偷偷地往灌木的后面看 发现一个骑士坐在树荫底下 旁边站着一匹白的发亮的剑状骑马 一人一马都睡着了 草草认为这位骑士一定是个军官等级的厉害人物 因为骑士脚边的头盔太漂亮了 整个银色的头盔被擦得闪闪发光 正中间还有一条高高隆起的背脊 上面镶了五颗小小的耀眼蓝宝石 宝石的后方还有一根长长的红色羽毛 头盔的两侧还雕刻着银色的花朵呢 骑士的头歪歪地躺在肩膀上 身上的银色盔甲也保养得闪闪发光 手边的水壶躺在地上 壶盖没有关紧 还洒了点水出来 渗到底下的土壤 曹操赶快走到被水浸湿的土壤 望我的吃了起来 曹操吃得太开心了 剥了点泥土到骑士的手上 骑士扭了扭身体 皱皱眉头好像快醒来了 曹操擦擦嘴巴打算跟骑士打招呼 但他想到骑士应该从来没有跟蘑菇交谈过 他又得把唯一说话的机会保留给鸢语 曹操就烦恼着 又怎么请求骑士把自己带进城里面 他在骑士的脚边来回舵步 抬头一看 看到翼旁的白马马鞍上的背包没有关好 曹操就想 嗯... 这么高贵的人 一定是要去王宫的嘛 要是我爬进他的袋子里面 他是不是就可以带我进王宫里面找鸢语呢 嘿嘿嘿 这样我就不要走路了 哎呀 我怎么这么聪明啊 曹操越想越得意 往上一跳 想要轻盈的落在马鞍上 哪里知道他不小心描得太准 就直接掉进又湿又闷的背包里 还在底部弹了几下 这几下剧烈的震动 让白马惊醒的过来 马蹄慌忙的踢向天空 一声又一声的嘶鸣 骑士也醒了 俐落地跳起身 又低沉的嗓音安抚着白马 等白马安静下来 骑士顺手将袋子盖好 还拍了几下 就翻身上马 白马在指示下 乖乖地往前奔跑 草草在闷热的背包里 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 而骑士拍的那几下 撞得他头昏脑胀 白马在出了灌木林后 开始加快了速度 在崎岖的黄土道路上 草草在背包里 一会被弹到右边 一下又撞到袋子的底部 让他胸口闷得好难受 就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前的袋子 再度感受到一股暖流 从双手传到骏伞 又流回胸口 他好像又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 而魔法师的回忆 又再一次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草草从回忆的影像里发现 骑士要去的地方不是首都 而是纳布利斯王国的第三大臣 汉特梅 那里也是魔法师的家乡 不知过了多久 白马终于停了下来 骑士跳下马 将背包甩在肩上 甩的时候太用力 背包的开口都被甩开了 草草偷偷地把骏伞挤出背包外 小手用力地抵住带口 用小脸可以贴在背包边看外面的世界 这里有一排又一排的面包 有些看起来蓬蓬松松的 好像天上的云朵一样 有些面包的顶端放满了水果 闻起来又香又甜 有一些面包看起来长长的 好像精灵长老狐龄 喜欢用的拐杖 也有面包是小小的 被捏成了花朵或叶子的形状 架子的中间 有一个五层大蛋糕 奶油的拉花 好像缎带一样 绕着蛋糕转圈 巧克力粉 欢乐地洒满了每一层蛋糕的表面 草草看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没注意到自己越爬越高 一不小心就翻出了背包 掉在地上 骑士原本正跟 矮矮胖胖胖的面包师傅讲话 还喊了一声吧 他听到草草坠落在地面的声音 马上转头 面包师傅也跟着转头 一看到草草 压抑地张大了嘴巴 推开骑士 对厨房里大喊 我们的儿子带回来了一只蘑菇妖怪了 一时之间 厨房里跑出了好多人 高高瘦瘦的助手 捧着一锅面糊 一脸好奇地冲了出来 看面包师傅一样矮胖的女人 拿着擀面棍跑出厨房 把擀面棍上的面粉 全撒在自己的身上 还有一位白胡子老先生 听到面包师的呼唤声也走了出来 竟然一边盯着草草看 一边张大了嘴巴 把手上的面团 全部都捏成了蘑菇的形状 从外面进来的顾客 也对草草指指指点点 每一个人都很好奇 又不敢靠近 但嘴里说的不是蘑菇妖怪 就是蘑菇怪物 草草又气又怕 从敞开的玻璃门跑了出去 但是路上的行人被这只又跑又跳的蘑菇怪吓着了 有些人以为是大老鼠 拿起手上的木板要打它 也有人认为它是新品种的生物 试图用手上的大瓶子就把它装进去 草草吓得到处乱寸 一直跑到一条没有人的阴暗巷梦里 才喘着气 倚着墙边休息 草草的脚真的好痛 纳布利斯的道路虽然又大又宽 但街道铺满大小不一的青石板 不像森林和泥土地那么样的柔软 所以当草草在石板上又跑又跳的时候 脚就摔得好疼 草草休息了一下 一面四处张望 纳布利斯的房子 一律是枣红色的泥墙 上头见着高高的尖塔 草草现在完全迷了路 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 草草很害怕 诱人说它是怪物 又被人围起来指指点点 他就想要等到天黑之后 再离开这条小巷子 他看着天空不服气地想 我才不是什么怪物呢 我是世界上第一个 也是最可爱的蘑菇镜 阳光渐渐地转红 夕阳慢慢落下 屋子里的灯 屋子里的灯也星星点点的亮了起来 人们陆陆陆续续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在街头点起了火热热闹闹闹的 好像是精灵们在办单一路延传 火光一路延伸 远方最亮的地方 处理着一座精灵的雕像 草草看到好多人打扮成精灵的样子 往雕像的方向走 但背上的翅膀还黏歪了 有一些人 手里高高举着彩色的布条或牌子 上面写着 佩琼斯老王后八十岁明诞快乐 我们爱佩琼斯老王后 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好快乐 空气中弥漫软料和炭火的香气 有的摊位前面 挂了一块又一块烤得油油亮亮的猪肉 一只只肚子里塞了满满甜料的肥美烤鸡 有的在桌上摆着各式的银符 有的在摊位的两侧 披挂着厚厚的素色地毯 有的呢则站在摊位前讨价还价 最显眼的还是一个又一个手工艺品摊位 这些摊位的主人们正大声地吆喝着 哎哟先生 你想要买什么啊 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新进的串出作品 送给太太刚刚好 哎小姐 上好的丝线 哎来自首都克福特的丝线啊 告诉你哦 独家的紫色丝线最显贵气了啦 要刺绣作品吗 啊来这里看看 我们保留了佩琼斯老王后的特别技法啊 有位摊位的主人喊得特别的卖力 宏亮的声音穿透了嘈杂的人群 人们听了 纷纷上前观看 发出了赞叹声 曹操也忘了对人群的恐惧 好奇地走上前看 金色的瀑布从浅蓝色的断布顶端 往下落到精密针法之城的清玉色河水里 河畔开了一朵又一朵的银色花朵 比例虽然特别大 但长长尖尖的五片花瓣 小小窄窄的清玉色叶子 和整株花外 罩着一圈微微的银色光芒 这些细节 都让草草认为 大家口中尊称的佩琼斯老王后 一定去过精灵世界 这个时候外头传来了一阵悠扬的笛声 说话的人有着轻量的嗓音 声音不大 却传入了每个人的耳里 每年都有新故事 今年让我到往事 尊贵王后佩琼斯 邻居有个魔法师 精彩故事三千字 奔奔剧场让你知 草草遇到了这个说书人 会怎么演他的奔奔剧场呢 想要知道后续的发展 别忘了订阅节目 大家有任何的想法 也都可以留言给我哦 也可以追踪奔奔小剧场的 Fastbook和Instagram 奔奔小剧场 下回待续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